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宪政符合了加强民众的节能意识 鼓励民众购换节能的家电 特别在夏季用电的高峰期 办理了花莲好季选购节能产品的加码活动 鼓励民众选购节能家电 泰换家中的老旧耗能电器 活动的总奖金高达100万元 还有机会把GoGoro骑回家 今年来节能减态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为鼓励民众能够落实生活节能 花莲县政府今年特别在7月到8月期间 用电的高峰期规划花莲好境 选购节能产品加码奖励抽奖活动 鼓励涉及在居住花莲县内的民众 在花莲县内实体店面购买活动 指定的节能产品 就可以参加节能家电抽奖的活动 现在国家世界在推移我国 现在重大的政策 2030年减碳 2050年零碳牌 这都跟我们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机关 所有的畜生内 都是相关 那最重要的 我们随时可以做到的 就是节点 这个东西都是在勇气 社会环境勇气 它这个进行碳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从107年开始 华莲县政府呢 就推动了 助长节电的各项机制措施 除了轻贵的补助以外呢 也希望各机关各单位 能够用自己本身的一些机制 能够让我们整个节电能够降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要用电量减少 碳牌量就会降临 如何节能 如何省电 这对我们保护环境 爱护地球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现在整个 统细的发展 静零的碳牌 是国家重大的政策 也是政府里面要大力来推动 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民应进的项目 而这项活动就是希望 能够透过活动 将节能的观念 以家庭为起点 扩展到社区、村里 进而提升至乡镇市 全面落实生活节能 华莲县政府也将持续鼓励 与协助乡亲 落实节能概念 与节能的管理 记者林杰 华莲市采访报道